大家好,欢迎到程康说流美,我是程康老师 今天我再说一个2021年学年留学美国的一个预言 就是从中国到美国,它的签证预约,签证辅导,海关辅导 将会变成留学美国的一个必备的服务 首先,签证会非常难约 以前是在567或者4567是签证的高峰 那么在2019年,美国使馆,领馆在中国一共处理了85000张选成签证 但是在2020年,只处理了大概900张签证 2021年基本上就没怎么处理 那么2020年2021年,这两年签证压下去 让签证非常难预约 所以在这里边可能会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 不是说专业机构是走后门的 专业机构它了解这个政策 你像律师,他也是专业的人士 他也不是说走后门 但他了解里面的这些法规中间的这种情况 那么签证预约会成为一个专业的服务 另外,在一次签证的通过非常重要 因为不像以前,你如果签不过 你下一周再去签就可以了 那么在2021年秋季之前的这段时间 就是4567这些 你的签证的预约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约了一次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所以一次通过非常重要 那么说一次你签证,你经过审核这段时间都没关系 但是你如果再经过两次审核或者两次预约 你可能就等不起了 再有一个就是一次海关通过非常重要 因为以前在美国的海关如果他遇到问题 他会把你打回去说你到回国去签证吧 我搞不清楚,我不是说你有问题 但是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因为签证的都是文管 海关的人是保护美国边境入口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他很多海关的人,你去看 他都是带着枪的 那么他对一些政策一些方面 可能就对在本国的签证官不太了解 所以你的问题如果稍微比较复杂 而且现在可能个个都挺复杂的 你经过一年,五花八门各种什么gap 各个学校,升学,什么转学这些问题都有 所以在海关的方面 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些疑惑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一次通过不了 就会非常的麻烦 好的 那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预言 就是在今年的四五六七这几个月 签证的预约,签证的辅导 海关的辅导会成为留学的一个必备的服务 好,如果你对我的这个讲的 如果有问题意见建议或者反驳 因为这个预言都是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的事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在下面来说 如果你信不信 这都没关系 好的 那么如果你对留学美国有任何的问题 你能拿证都可以私信我 我尽量回答或者安排我的同事来回答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你点一下向上大拇指 这样更多的人能被平台推荐到 也感谢你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